這邊整個看起來柯文哲有沒有這個收賄罪 有這個是依據法官的這個裁定理由書 已經白紙黑字這樣子寫 所以柯文哲收賄應該是跑不掉了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這十年以上有齊出現的罪 如果真的是如這個裁定理由書寫的 收受一千五百萬的現金 各位不要忘了 是誰在那邊滴滴答答的把這個錢 把他存到這個ATM 對我們會發現說 因為我們現在柯文哲 假設有收受這個不法的金流 那這個金流後來跑到哪邊去了 這個也是檢調要查的 有沒有說橘子有沒有把這個四百萬帶走 這我們不曉得還在調查 那另外呢是不是有這個一百五十幾萬 是這個是誰 是他的夫人去把他存到 那如果陳佩琪協助存錢的話 那就變共同正犯了嗎 有可能如果只是就這個不法所得 把他洗白的話 有可能會有洗錢罪 那如果陳佩琪已經完全知道說 他先生在做什麼事情 假設他知道這個一千五百萬元 就是就是賄賂 就是賄賂 就是從審計這邊來的 而且是為了這個二十趴 容積獎勵的一個對價關係的話 假設陳佩琪都知道的話 那陳佩琪不是只有幫助犯 也不是只有洗錢罪 他是這個收賄罪的共同正犯 那也是十年到無期獨行 難怪陳佩琪現在要請律師了 你真的以為你是在大內宮廷嗎 宮中府中台北市政府就是你家 我們還沒聽過說有空物人員直接趕在辦公室直接收集 可是因為游淑會今天有個質疑啊 游淑會也說不太可能 因為游淑會以前在市長辦公室待過啊 游淑會說怎麼可能進出都有管制 外面都有警衛上面都有監視器 如果是真的話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也許不需要台北市市議會去調監視器 然而你不以為說檢察官早就調過了 早就有了 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具體 因為今天這個裁定書寫下來 那個如果當庭你沒有這個證據 當庭就在辯論我啦 對 當庭就要辯論啦 對 那你裁定書都寫下來了 那如果當庭辯論沒有對不對 你當庭是不認可的 你就要抗告了嘛 之前民眾一直說土利而已 土利不算罪 雖然這句話沒什麼邏輯 可是他講的 首次認定柯文哲的涉案 就是違背職務收賄罪 有收錢 那無期突襲 還有首次確認 兩個收賄地點 在京華城的工地 在市長市的辦公室 欸 其實後面局職有沒有回來已經不重要 金流已經確定了 李律師 是 而各位還記得嗎 當時這個要申請檢察官對柯文哲來申請延壓的時候 當時寫說可能有釋放五年以上有期出現 當時這個民眾黨看到這個好像見列欣喜說 你看這個沒有收賄的證據 所以只有圖利罪而已 完全沒有收賄 那他可能講得太大聲了 現在讓法官看到 法官就是說 那好吧 其實檢調在這個申請延壓的時候 本來我就不需要把所有的犯罪事實都跟你講 我現在只是說針對說有沒有積壓的必要 有延壓的必要我來做說明而已 那而且其實法官在這個延壓 這是延壓的法官 他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犯罪事實都交代得很清楚 但是既然你們大家都這麼講嘛 那我只好把它稍微交代清楚一點點 那現在就寫得很清楚了 就是柯文哲有收售這個一千五百萬元 而且收售的地點是在這個辦公室 以及在這個金華城 當時剛通過改建案的那個時候 把時間地點金額都講得很清楚了 那現在怎麼樣 柯文哲這個收費罪看起來相對就很明確了 而且這個一千五百萬 各位不要忘了 一千五百萬只是在橘子的 在那個USB裡面 等一條 一條而已 實際上我們還記得嗎 印小薇他已經收售五千多萬了 難道柯文哲會只有 他的身價只有一千五百萬嗎 印小薇的四分之一 不太可能啦 所以就是說後面一定還有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檢調把橘子列為被告 而且現在是通緝他了 表示說橘子那邊一定有 握有更重要的相關的供流 所以這邊整個看起來 柯文哲有沒有這個收費罪 有 這個是依據法官的這個裁定理由書的 已經白紙黑字這樣子寫 所以柯文哲收費應該是跑不掉了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這十年以上有期出現的罪 如果真的是如這個裁定理由書寫的 收售一千五百萬的現金 各位不要忘了 是誰在那邊滴滴答答的 把這個錢把它存到這個ATM 陳佩琪 對我們會發現說 因為我們現在柯文哲 假設有收受這個不法的金流 那這個金流後來跑到哪邊去了 這個也是檢調要查的 有沒有說橘子有沒有把這個四百萬帶走 這我們不曉得還在調查 那另外呢是不是有這個一百五十幾萬 是這個是誰 是他的夫人去把它存到 那如果陳佩琪協助存錢的話 那就變共同正犯了嗎 有可能如果只是就這個不法所得 把它洗白的話 有可能會有洗錢罪 那如果陳佩琪已經完全知道說 他先生在做什麼事情 假設他知道這個一千五百萬元就是 就是賄賂 就是賄賂 就是從審計進來的 而且是為了這個二十%容積獎勵的一個 對價關係的話 假設陳佩琪都知道的話 那陳佩琪不是只有幫助犯 也不是只有洗錢罪 他是這個收賄罪的共同正犯 那也是十年到無期徒刑 難怪陳佩琪現在要請律師了 我要問創下課 這真是大醜聞 我狀況是講 我之前還記得林醫師那時候被抓的時候 他在行政院秘書長對不對 還有一個業者要錢的時候 他是用水對不對 手指頭沾茶水 在茶機上寫一個數字 這件事情就已經很扯了 可是再怎麼樣 林醫師也不會膽大包天 在行政院秘書長辦公室收錢 可是現在柯文哲被講 在台北市場辦公室收錢 而且現在議員就要去調監視器 調出來的話 民眾要就垮台了 首先這些影像 希望沈欣欣將來出來的時候 找Netflix的時候 Dirty Money 一定要把他開進來 沈欣欣要拍Netflix 一定要把這些東西給拍進來 這些景象實在太傳承了 其實這裡面有好幾個場景 都非常有電影感 第一個是什麼 我是覺得其實律師很辛苦 律師真的很辛苦 從積壓庭到演壓庭 這個就很像三大名醫 趕快到急診室加護兵房去救人 出來之後告訴家屬和親友說 我們禁禮了 鄭聲宇也講我們禁禮了 我們禁禮了 然後今天再出來這個聲明叫做什麼 病為通知書 是 他們告訴你這叫病為通知書 對 為什麼剛剛講的 他們已經看了所有東西 變無可變 對 他給我們看到的就是變無可變 所以你看他裡面這個聯合聲明裡面寫的 都很勉強 都很為難 很勉強 代表他們敬為職責 第一個他們就想說 禁週刊亂寫吧 不是 是基於律師規範25條 我是代表當事人 發表平衡言論 不得不出來 我不能不出來 這是我的職責 對 第二個和第三個裡面 其實如果你看到內容裡面 剛剛在裁定書裡面對不對 第一項那麼清楚 收錢 對 第二項首次 首次認定 是貪污治罪條例的違背職務收賄罪 如果你認為有問題 你認為這收錢沒有這證據 我沒看到這相關證據 那你就立刻提抗告嘛 對 你為什麼說 我還要跟柯文哲討論討論呢 我還要與柯文哲先生討論後再決定要不要抗告 就是代表著那兩條裁定理由 無可辯駁 對 對 那無可辯駁雖才會第一條說 但是雖然無可辯駁 但是 但是 柯文哲的態度 只是因為他那天出庭的態度嗎 只是態度就讓法官寫出了 君寧天下必離一切 無私人間欲罰嗎 我不知道欸 不是 法官除果 通常我知道說現在的法官 其實不會寫這種情緒的 對 他是根據他看到的證據 對 所以是證據裡面認為你無私人間律法 喔 這個才是證據讓法官覺得這個人太誇張了 因為法官也一定要寫基於什麼理由 而柯文哲是君寧天下無私人間律法嗎 不可能為罵而罵嘛 所以裡面的包含是很多的證據裡面就是你柯文哲 在處理這過程的時候 在處理這過程的時候 正極天下 對 我愛怎麼幹就怎麼幹 他是看到市政 他是看到了檢察官提出來的部分證據 就是圖利明知違法而圖他的利益 對 就是無私人間律法 然後碧梨界君寧天下是什麼 你真的以為你是在大內宮廷嗎 宮中府中台北市政府就是你家 我們還沒聽過說有公務人員 直接趕在辦公室直接收集 可是因為游淑會今天有個質疑啊 游淑會也說不太可能 因為游淑會以前在市長辦公室待過啊 游淑會說怎麼可能進出都有管制 外面都有警衛上面都有監視器 如果是真的話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也許不需要台北市市議會去調監視器 難道你不以為說檢察官早就調過了嗎 早就有了 你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具體 因為今天這個裁定書寫下來 那個如果當庭你沒有這個證據 當庭就在辯論啊 當庭就要辯論啊 那你裁定書都寫下來了 那如果當庭辯論沒有對不對 你當場是不認可的 你就要抗告了嗎 其實就算以我個人來說 我當然對柯文哲沒有什麼好感 可是我到此時此刻我都不相信 柯文哲真的敢在市長辦公室收錢 這個東西才是我還真的過去 我們聽過那麼多很多官員的故事 可能是在最離奇的 最離奇的這直接的 那代表著肆無忌憚 燈下黑 所以法官講的君寧天下 無視人間律法 不是柯文哲出庭的態度 而是柯文哲的行為 法官看到那些證據 讓他審了這麼多案子 真的是從來就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至少 中三面 有 衝擊 字幕回召喚 cargo 解克 隱怨 去 詞